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是在于技巧和灵活 力量相比较之下是劣势 在最初的时候 靠技术吃饭的刘国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办法 由此导致状态下滑非常严重 后来逐渐走出了颠光期 慢慢选择了退役 而这一政策的始作俑者就时任国际拼联主席沙拉拉 在看到中国的王牌球员刘国良受到明显的影响之后 沙拉拉开始更加肆无忌惮的更改政策 以便更加大范围的影响国拼球员 将赛制改为十一球制 限制中国球员的状态 浇灭用无尽胶水粘贴 球体盖成塑料制 无折挡发球等等 这些都对当时的中国球员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一位王牌球员孔令辉 就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状态也下滑很快 不过由于中国拼球球的体系非常强大 人才圆圆不断的涌现 针对国际拼联的计谋 国拼迅速做出对策 虽然欧洲球员通过这种办法 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好景不长 技术和灵活性上的劣势 让他们难以撼动中国的地位 几十年来也仅仅出现了 瓦尔德内尔 波尔少数几个优秀的球员 难以对中国形成了有威胁的竞争 沙拉拉的轨迹还是落空了 由于沙拉拉拥有很大的权力 所以她在国际拼联才能如雨得水 嚣张跋扈 而她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必然主动很多人的利益 在拼联选址的前一年 欧洲拼联主席薄熙举报沙拉拉 利用植物质便售回2000万美元 但是这一举报 并没有撼动沙拉拉的地位 她的虎朋狗党们 还是簇拥着她近任的新一届拼联主席 但是 在各方的舆论压力下 沙拉拉不堪重负 在连任的第二年引就辞职了 她的行为也遭到了口中笔伐 中国国庭实力非常强大 靠小剂俩是没有效果的 国庭只要团结一致 就能永远辉煌 捍卫自己的霸主地位